娱乐圈的热饼王,王一博,头牌打工仔 没错,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炙手可热的明星 首席劳动奖获得者,一直以来勤勤恳恳 不知疲倦的努力工作者,就是王一博 三年来,他爆红无数次 不仅帮助了月华娱乐成功上市 还助力杜华基深资本支烈 他的商业价值飙升,不仅推动了街舞文化的热潮 还让滑板和摩托车成为流行趋势 他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与他合作过的一众同事们 带动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王一博成功转型电影圈,写三部作品出色亮相 每一部电影票房都牢牢稳定在8亿以上 他尤其受到偏冷系列电影的喜爱 从文艺片到军旅片,再到运动片 他将自己的热情全情投入其中 他不仅能够在影视作品中带动其他演员的热度 还可以让三位备受瞩目但尚未名声大噪的导演大放异彩 引起资本的青睐 让外界开始疯狂追捧 这正是王一博迷人的魅力所在 在娱乐圈中,他是备受欢迎的炙手可热的艺人 一提到高流量明星,人们立刻会想到王一博 对于任何需要提升知名度的剧集来说 只要携带上王一博的名字,就能轻松吸引关注 无需额外的宣传工作,一切都迎刃而解 王一博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突出的水平 他已经构建了自己的独特吸引力领域 自然会有其他人前来蹭热度 不仅是他所属的公司 从杜华到公司的其他艺人 在他这里都变成了王一博的公司的一部分 许多娱乐圈内部人士都认为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努力工作者 一直致力于为乐华娱乐的事业打拼 无论是粉丝还是业内人士 都对他充满了喜爱和怜惜之情 即使通过屏幕,这种情感也能够溢出来 王一博一直都是那种自己扛起责任的性格 他不做作,也不敷衍 做事一直踏实而坦率 他不喜欢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感 更喜欢亲自动手,亲力亲为 他从不依赖捆绑或拉扯他人的力量 而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做大事 当他的作品上映时 他会积极配合宣传工作,尽力而为 而不是为了热度和票房而说一些虚伪的话 他一直坚持真实和坦率 说到做到 你可以利用我的热度 但我从不愿与你有太多关联 你可以追求你的热度,但请不要把责任推给我,不要让我替你背锅 请你自己承担后果 大家都知道 一部电视剧的成功可能会带火多位演员 但在涓涓细流中 王一博如一座坚固的堡垒 三部作品的品质得到了保障 入围金路奖也是一种肯定 能够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入围奖项 不可能没有优质的表现 无论如何嘲笑或质疑 不可否认的是 王一博进入电影圈后 他的口碑和号召力都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不管是赞扬还是夸奖 作品是一种展示 演员是一份职业 成功需要一份运气 但持续的成功则与性格和品行密不可分 娱乐圈确实有许多出色的演员和受欢迎的艺人 但像刘德华这样具备实力 演技和品德的艺人却相对较少 近年来 一些艺人的负面新闻不断 涉及睡眠和睡务等问题 而且很少有正经事业的发展 一些艺人的作品数量有限 但话题度却非常高 这可能让人感到困惑 不知道是我们的认知受到颠覆 还是娱乐圈的环境变得复杂和混乱 这种情况可能部分源于社交媒体 和新闻传媒对话题化的追求 导致了一些负面事件成为焦点 然而 不论如何 观众和娱乐圈仍需要那些具备实力 演技和道德品质的艺人 来塑造积极的行业形象和价值观 这也提醒了娱乐圈的各方 包括演员本身 经济公司和媒体 需要更加注重道德和职业操守 以维护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的确 我们需要更多积极向上的艺人 像王一博这样的演员 他用作品和行动来传达正能量 他少研多行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态度 参加广电座谈会 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遵守职业道德 保持自律和谦逊 都是传递正能量的表现 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说出口 更要在行动中践行这些原则 王一博不仅说到了 而且付诸实践 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的楷模 这种积极的榜样 对于整个娱乐圈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艺人走在正道上 托积极地